今日《經濟日報》建議大家留意攜程9961 減選原因是暑假的檔期來臨 線上平台預測今年暑假旅遊市場熱度有望全年超過2019年同期 潛在利好旅遊平台股今季的表現包括攜程 高盛說到攜程通過提高低線城市的滲透率和生產品內容策略 今年以收入計使佔率預料會升至67% 拋離對手同情的19% 而且海外業務得益邊境重開重新開放 邦根士丹利說到攜程今年下半年到明年的增長能見度高 公司重奪國內市場份額 較高利潤率的出境旅遊需求釋放 而國際擴張空間仍然大 胖博綜合喧商的預測 攜程今年經調整的盈利增長5.1倍 明年增28% 策略上攜程收報275.4 考慮到近期大市偏弱 可以掛268元以下分住收集 上方阻力先提300元 根捷復 txi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